这是北方冬季特有的水果冻梨 很多南方的朋友问我冻梨怎么吃 今天我买了几个回去 让你们看一下冻梨解冻的全过程 首先要准备一盆冷水 把冻梨拿出来放在冷水中解冻 由于冻梨含糖的水有点低于零度 放在冷水中的冻梨表面很快就会结上一层冰 这时的冻梨还是很硬的 不能直接吃 大约10分钟左右 冻梨外部的冰全部融化了 用手捏上去冻梨现在软软的 现在就可以直接吃了 咬上一口甜甜的 这时冻梨里面会含有大量的糖水 如果你来到了东北旅游 冻梨你一定要尝一尝 000年前就去冻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